3月21日至25日,白俄罗斯明斯克州州长阿纳托利·伊萨琴科及白俄罗斯诸华大使基尼尔·努德率领明斯克州政府相关部门及经贸和文化代表团访问重庆。 期间,代表团一行25人首先来到四川外国语大学,为白俄罗斯研究中心揭牌,并与该校俄语系师生交流。 据悉,重庆与明斯克州于2017年3月正式建立友好市州关系,此后两地深入开展系列经贸、文化和旅游活动。 2019年1月,白俄罗斯教育年在中国大连开幕,记者了解到,今年内中白双方将在白俄罗斯教育年的框架下,加强并推动两国在教育、科研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合作。 白俄罗斯明斯克州州长阿纳托利·伊萨琴科表示,明斯克州和重庆之间的合作是白俄罗斯与中国合作中重要组成部分,本次白俄罗斯研究中心的成立有助于双方增进了解与交流。 他谈到,该中心会成为创新和灵感的来源。 据记者了解,白俄罗斯驻华大使基尼尔努德曾在2018年两次到访重庆,并在访问四川外国语大学时提及能否在该校设立白俄罗斯研究中心。 四川外国语大学校长李克勇在接牌仪式上详细介绍了白俄罗斯研究中心的功能和职责。 他告诉中心设计者,未来将整合中白双方资源,将该中心建成开放式区域国别智库机构。 我们是一个应援证平台,为重庆和白俄罗斯的交流,提供一些刚才我说的法律政策方面的咨询。 就是我们要打造为一个未来的智库,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以中心为依托,未来我们有白俄罗斯派人员加入我们团队当中来,一方面共同进行从事研究,另一方面呢,我们想在学校开设白俄罗斯语。 因为我们所有的人文交流,各种交流,说到底最重要的支撑就是语言,所以我们这个中心成立了以后,肯定要在这方面发挥作用。 可能我们在年内就要派老师和同学到那边去学习。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代表团一行还参观了学校的字母广场,这里的字母石雕上刻有近50个国家的名人名言,本次新增白俄罗斯语。 李克勇表示,在学校的计划中,未来要创建更多的非通用语种专业,继续丰富字母石雕。 在去年11月份,大使来访问川外的时候,发现我们的有40多个国家的语言,他找了半天没有找到白俄罗斯语,后来他就提议能不能在上面刻上白俄罗斯的语言,就是找一个名人的语录刻上去。 我们当时当然可以,那么最后是能够结合我们的合作,一起来做这个事。